澳洲9月上任的新政府表示 根據情報機構的建議 將支持並延續前任政府 對中國電訊公司華為下達的禁令 禁止華為參與澳洲的國家寬戴網絡計畫 北京發生欺捕車撞入天安門人群事件 四川一輛中型巴士 昨天也衝撞南充市中級人民法院和交通警察一大隊 造成5輛警車受損 兩名警察受傷 當天警方警表示 已抓到嫌犯 但並未說明嫌犯為何開車撞撞法院和警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29日召開會議 會議決定 18屆三中全會 將於11月9日到12日在北京召開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 今年7月底爆發遭房東全商集團 無預警關店風暴的太平洋百貨成都春席店 27月晚間低調結束營業 比原廳的11月3日提早一周 新航亞太電視總oo報道 中文字幕——YK